1984年收复老山的战地救护中 救治了1672名伤员和223名病员 复杂的战伤救治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由于此次作战进攻正面宽道路上 施救护所按方向进行配置 将主要力量配置于引地靠近公路 且由小和流经的慢棍斗崖下的香蕉林中 部分力量则配置于次要作战方向 且有公路相通的魔刀石 慢棍救护所主要利用帐篷和地面展开 其药房和吹噬般展开于民房之中 虽展开地方狭小拥挤 由于配置在敌炮火射击死角内 在敌使用空爆炮弹袭击的情况下 救护所也安全无色 当时进攻战斗时伤员多而集中 4月28日紧慢棍救护所在12小时内通过伤员351名 当时部分兵力进攻作战和粉碎敌团时规模进攻时 日通过伤员约100至200名 在坚守防御的其他时间内 日通过伤员常在10名以内 最少时只有一名 针对伤员的通过特点 救护所在伤员多而集中时缩小救治范围 重点抓好危重伤员的救治 其他时间则扩大救治范围 按救治能力实施救治 危重伤员经抢救不能脱险又不易后送事 请上级医院专科会诊处置 同时尽量早期实施彻底清爽 从而占中伤死率仅为0.4% 手术率达到了55.9% 慢棍救护所编为指挥组 分类组 后送组 机动组 手术一组 手术二组 抗休克一组 抗休克二组 收容处置组 放射检验组 体消组 防疫组 药材保障组和生活保障组 从人员数量和技术能力都突出了手术组和抗休克组 这样就保障了危重伤员的救治 还将一定数量的抗休克人员编在手术组 实现了急救手术和抗休克同步进行 有利于危重伤员的抢救 在4月28日伤员成批到达慢棍救护所时 伤员分类和手术就职任务中 院长及时从失职署队临时抽调军医两名 卫生院三名加强分类组 保证了伤员迅速分类 并及时调整了手术力量 手术台由原来的4个增加到9个 满足了急救和轻创手术的需要 迅速准确的做好伤员收容分类 是大批伤员集中通过时的保障 救护所为此制定了重伤员 休克伤员和一般伤员的分类标准 优先分出重伤员和休克伤员 一般伤员则依次进行分类 为重伤员分类登记改在主室进行 将一名干部和一名卫生员编为一个小组 干部简单分类 然后卫生员登记 前阶车辆上有卫生干部的在前阶中分类 伤员到达后急分送阁主室 这样就做到了分类既快又准确 委员中伤员争取了抢救时间 在12小时内通过351名伤员的情况下 分类场位发生伤员囤积 该市救护所完成了大手术303例 该市救护所早期手术处置的伤口感染率 仅占16.8% 在伤员多尔集中时 院长在手术室分类把关 优先安排危重伤员手术 并将其分配给技术骨干 这样就确保了危重伤员的优先救治和救治力量 轻伤员则由一名军医和卫生员在帐篷外手术 该次进攻战斗轻创率达到了45.1% 当伤员较少较为分散时 就按时计需要进行救治 采用自己革新的脚踏式创伤冲洗机冲洗伤口 实现了人工冲洗伤口的一分钟缩短到10秒钟 挤干净又加快了手术速度 使用了塑料薄膜代替了手术胆筋 便于清洗和消毒 抗休克是减少伤员死亡的重要措施 战中抢救危重伤员216名 抗休克288名 伤死率仅占0.4% 救护所抗休克的做法是 失血伤员到达后首先输上液 再根据失血休克程度和伤情决定输液量 以及是否输血和给生涯等药物 伤员到后5分钟内建立了两条通道 20分钟内输液2000毫升以上 后视情况调整输液速度 颅脑伤和胸部伤的输液量控制在3000毫升左右 并注意预防心衰和脑肺水肿 使伤员休克在30分钟内得到纠正 无意伤员发生输液并发症 他们用自己革新的加压输液器7分钟可输液500毫升 实现了快速输液 解决了大批伤员抗休克的输液问题 严重失血伤员不宜输血 往往也难挽救其生命 作战第一天5名严重失血休克伤员因无全血 抢救未成功后救护所动员医护人员献血 并请一线医院支援全血 将血液储藏在凉爽的山洞中 战时共为52名危重伤员输了血 使伤死率由第一天1.05%下降到0.16% 重要脏器损伤 失血性休克则边手术边抗休克 仅两名因严重内脏损伤者无效死亡 救护所把危重伤员的护理作为重点 做到了护理人员不离开 保持导管和引流管通畅 对大出血的伤员细心观察止血效果 对昏迷伤员细心观察神志和瞳孔的变化 对一般伤员轻创后滴入破伤风抗毒血清 护理人员坚持为伤员清洁身体更换衣服 分类手术抗休克收容处置和后送登记 采用战前印表战中画钩的方法填写 因为大量的写字实在是太耽误时间了 检验人员上门开展临床检验 他们带上试剂和器材 到手术组和抗休克组做三大常规 交叉配血等 做到了谁要谁做 解决了检验数量多和结果要得及的矛盾 为伤员救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放射人员利用帐篷开展透视和照片工作 有效地配合了伤员救治 药材是伤员救治的物质基础 救护所派两人深入个救治组 寻回了解药材消耗和需要的情况 从而做到把药材供应赶在救治的前面 使救治需要什么有什么 垂市般为伤员和医护人员精心制作饭菜 筹备饮料水果和罐头等食品 贵阳前阶伤员主要使用运输机 部分使用卫生列车 一线医院向二线医院后运伤病员主要使用汽车和直升机 本次作战使用直升机和运输机共700余架子 空运伤员总数占本次作战伤员数的71% 使用直升机后运伤员时 一线医院要是先布置好直升机降落场地 飞机到达前半小时将伤员送到离飞机着陆点50米处等候 等飞机停稳后 伤员在空运救护组的指导下按先轻后重的顺序登机 一线医院向空运救护组交代伤情和后送文书 伤员登机后空运救护组需要逐个观察伤情并做好急救准备 二线医院要根据飞机到达的时间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伤员下机顺序是先中后精 经过二线医院又转运的伤员主要使用运输机 然后把伤员后送到昆明、区静、贵阳治疗 由此可见战伤救护系统非常复杂 而且分工也特别精细 真是伟大的医护人员